字幕提供 挑战开始 嗯 你可以说话吧 啊 可以说话可以说 可以说话 当然 七十男儿 快 哈哈 给他们猜出来 给他们猜 那一门游戏都变了吗 你可以说几个赞啊四个字啊 那再来了 三个字 变女生 孤岛翁 孤岛翁对了 四个字 僵尸 游走是吧四个字 行尸走肉 哎呀 太快了 你太有文化了 天哪 你还是个文化人 四个字啊 娇艳欲滴 破茧成蝶 我太有文化了 哈哈哈哈哈 三个字 三个字 女生 呃什么玩意 这是 斗鸡 斗尖 怀孕 肚皮 哎 肚皮舞 哦 女生的啊 现在还是 四个字 就演呗 你快点的 什么爱就是 男生 我刚才表不是男生 这老太太 什么爱就是 腾哥你细路怎么的了 有局限的 第二个字 开 剑 放 若 后两个字 飞 入飞飞 想入飞飞 入飞飞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好棒啊 下一题 打字 女版 星星 海珊 海珊 金刚 花花你随便说点什么 好 刷字 惊讶 消防员 灭火 灭火气 正确 现在还是女版的啊 女版的 快点的 怎么这么 四个字 啊 我的妈呀 吞 吞心荡药 吞心荡药 虽然你说的不对 但我很欣慰 哈哈哈哈 第三个字 华 牛 姚 在说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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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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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姿百态 很接近 千姿 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对 千 千和百 千什么哥 千手观音 哈哈哈哈 没时间了 千 千 白 千 嗯 嗯 千 千和百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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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百 哎呦 哎呦 千变乱话 啊 啊 千 千 千 天方百计 回头看看 天娇宝贝 这么难吗 哥你这个娇 这个对不起 这个 那我应该演这个是吧 这个脚弹起 战胜老师 我应该演这个娇 这个我们是那什么 我们词汇让达 总体挺好 我觉得前面猜得很快 可以的 挑战开始 现在是温柔的 三个字是一个动作 大马猴 温柔 温柔的 杉文姐 就是每天要上班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 我们会坐在 乘地铁 差不多 咆哮 差不多 但不是地铁 另外一种还有什么 公布车 不是 但我们俩很 哎 挤公交 哎呀 这个是什么 这个你会做吗 什么 是一种武功 哎呀 买 扫扫嘴 哈哈哈哈 扫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人啊 低的 哈哈哈哈 好 下一题 啊 啊 哦 哦 这你来演 你来演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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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几个字 几个字 三 咆哮 咆哮 我的腰 谁肚腰 有腰了 看 看 肯定对了 肯定对了 哈哈 肯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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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对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一定会猜对 哈哈 啊 下一题 啊 啊 哈哈 花花跟张姐两个人 小张 小张 姐请你吃饭 不是张姐吗 张姐请你吃饭 张姐请你吃饭 哈哈 哈哈 好凶起来 哇 我 我们 花花和张姐两个人 我们俩在这里 同志里后就 山无冷 天地和 才敢以君致的 哈哈 结婚了 不是 色字 色字 一个字是 哗哗哗 大海 海事山谋 你看 怎么这都可以啊 哼 好笑啊 后来才发现 我跟花花两个人 原来是 你们俩是亲兄妹 失败了 老死不想往来 四个字 第一个字是 亲 然后第三个字是 亲拉 亲手 哇 我们俩真是亲 亲如手足 还能拼一个 咆哮啊 哎呀 但是所以 张姐跟花花两个人 真是 无比登对 不容易 容易的反应词是 不容易 竹鸟 快快快快快 简单的反应词 男呢 男 对 男少家 男 一 男姐男分 我这都要猜出来 逼着往这儿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真行啊 我最勉强 最难为人的 就是这个 这小帕手 小帕脚都差不多大了 这轮有没有发现 彭柯爆发了 他是主要为了埋态我 不是 都让帽哥逼的 帽哥就在旁边 几个几个 我们几个 这轮答对了九个词 第一轮 人物题 开始 好帅啊 别光看他脸 看他比划什么呢 爱嘛 三个字 三个字 转圈圈 夸 则类 就圈 好厉害 都是因为你比划得好 真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刚一这样 我就发现 华则类了 三个字啊 贾铃见到颜承煦的时候 第一个字 软 阀 软 贪 很脆 脆 酥 酥 第二个字 苏大 苏大强 张区 哇 哇 颜承煦好棒啊 哈哈哈哈 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 腰 肾 肾 肾 第二个 包 包猪 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颜承煦好棒啊 哈哈 哈哈 哎 我认输了 投降了 不玩了 哈哈 哎 我也不笔合了 我也不笔合了 你俩玩吧 他们俩玩了 他们俩玩了 哎呀 走了走了走了 哥 哥 你干啥呀 你们抢了我脸都红了 我 两个字 我 你猜一下我猜 我怎么可能猜 你猜猜吗 恐龙吗 你俩聊天呢 我俩猜 我俩演半天 俩在聊天呢 哈哈哈哈 大黄狗 哈哈哈哈 武松 打狼虎 武松回答下去 哈哈 大黄狗 这轮时间已经到了 演得好厉害呀 合作愉快 哥 哥 你俩做主 一比击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题 获胜的是沈腾和贾玲 这我都不明白 这以后万一有老公了 看着这玩意 不是 不是 你怎么就确定不能是他呀 好 接下来比划的是 严承煦 朱晓天 然后有郭麒麟 关红和沈月来猜 沈腾 贾玲来截胡 你老实点啊 别瞎截 你负责骚扰他 你只要骚扰他 腾哥也就没有发挥了 不用负责 只要他在他的视线内 他就已经被骚扰好了 你不用怎么样 你就好好演 我这么想给他招下去呢 答题 开始 那个我们两个 再加两个是什么 四个 腾哥的答题是四个 你累不喝 我哥在上面演绎出了一种孤家寡人的感觉 F4 对 就去 五个字 五个字 两个人的名字 最后一个名字的英文名字 他的名字 他叫什么 Jerry 对 Tomm & Jerry 就去 你连他名字都不知道 还感觉 假如喜欢人家 我知道 但我不答 哥 四个字 四个字 你稍微那什么让颜承旭多演一演呐 你下来 我就咬你 我都想 我都想替你把他推下去 你不可以这样欺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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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了 你打什么你打 你打什么你打 我的字 哎 这个这个 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字 这个这个 薛 对哎 来 这里这里这里 哈哈 薛 薛连薛 薛连薛 薛薛小叶 就去 对对对 你在那耍乐啥的 哈哈哈哈 他刚哭 他刚保护我的 别说话 哈哈哈哈哈哈 薛连薛 赶紧咋了 你生什么气啊 哈哈哈哈 自己没点说呢 啊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来来 呃 王 王菲 王菲 王菲唱过 有一首歌 传奇 宣木 呃四个字 骑着什么骑着什么 旋转木嘛 冲轩 对对 好帅 好 答题结束 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 到了整个抢达的后半趴之后 山上没有了声音 他们掉下去了 啊 哦 哎 我安抚我哥呢 贾琳死死死的 摁住了腾 哈哈哈哈 就差捂着嘴了 不是 啊 我自己放弃的 为什么 我打得我累的 我汗都出来了 啊 我往旁边一扫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后半程我就欣赏他了 我看看到底是一个人 被一个人 我看这人到底 我看笑天呢 他上来演的正好 你算了吧 你不是刘德华 就严陈旭 你以为我不知道 没有了 真的 严陈旭也是因为像刘德华 哈哈哈哈 哈哈 两人互相都挺生气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这轮由我们的搭档队 获胞 耶 获胞 呜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恭喜 恭喜 恺拜我们 哈哈 哈哈哈 拗起后面的各位戴上 耳机 传递开始 张力良 两个人的戏 两个人的戏 女孩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用 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 我宁愿死了 是个老太太 我宁愿不要活着 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 这事情还有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 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我看不到你看我的眼神 我看不到家家有花 家家有水的大理 我也看不见 我们梦想中的世外导演 我看不到我们的摇摇鼓 中间那个男的的反应 先让我揍你一句 中间那个男的是有反应的 他被那女的抱着之后 他 记住了吗太子 我一句没记住 我不要 你直接说出来就好 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 我宁愿死 我宁愿不要活着 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 这事情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恶心 好 时间到 有点缺氧 一个男的抱着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抱着一个女的 然后那个女的 疼个眼的是个老太太的 应该不是 嗯 因为 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看不见眼睛 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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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的眼睛的眼睛 我看到的 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看见我的眼神 看不见我的眼睛 看见你的眼睛 我看不见大理的 这家有水 看不见大理的 这家有水 家有水 你重复的真厉害 但你记住了吗 记 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我看不见你眼睛 你看着我的眼睛 这家都有水 然后我看不见大理 这家都有水 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这家都有水 好 最后一棒 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然后你眼睛好看 然后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这样就不用加自来水了 加油 好了 来 来 芳芳来 到前面来 来 说一下你听到了什么台词 我看不见你的眼睛 没关系 你的眼睛非常好看 你觉得这是一个对手戏 可以 可以 我的眼睛被自来水浇伤了 那得多大的碱 你的眼睛 好看 对吧 美 哎 瞎了 她一共对的字是八个 八个字 八个字 那非常多了 因为我们一共其实才六百多个字 哈哈哈哈 我们让这个尔康和紫薇现场来给你演一遍这个 哈哈 我俩啥戏啊 你抱着我对我依依不舍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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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看不见了 我宁愿死 我宁愿不要活着 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了 这世界对我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看不见你的脸 看不见你的眼睛 我看不见你看我的眼神 我看不见一家家有花 户户有水的大理 想看东西太多了吧 所以你的你的戏就是一直抱着我 吃惊 你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哈哈 来两个 来我们看看这边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啊 我我我我希望贾铃那个板子 这个洞能大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正好卡到我的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像了 哈哈哈哈 小玲你先问吧 那男的吗 是 我这个是个胖子吗 是 我这个是个胖子吗 我这个是个胖子吗 我这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胖子吗 请分分回答 首先我觉得送你一点分 性别有问题 不是女的 不是女的 哈哈 我以为是你呢 我一直按你说的 哈哈 哈哈 其实好好提问 怎么还聊上了呢 哈哈 干我了 我可以多问一个 因为我透露给你了 嗯 在我们现场吗 在 在 哇 那我就好问多了 在现场吗 哎 你这个 在跟不在都差不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么不重要 不愧是王源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对了 没有这个在现场 我这个有我美吗 有 那我也挺美的呗 哈哈哈哈 这是谁她都会比你美 啊 她是不是男人或者男孩 哈哈哈哈 她是男孩吗 是 是刘佳玲吗 不是 是 啊 那男的吗 是 哈哈哈哈 啊 那我就挨个问 哈哈哈哈 我这个 是 一个组合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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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没记错吧 哈哈哈哈 OK 我这个 是我这队里的吗 不是 我这个 是一个 主持人吗 哈哈 不是 哈哈哈 那不是我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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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咱这场上 男的就撒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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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猜猜猜 你猜猜 哈哈哈 是欧阳娜娜吗 是男的 男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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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是个男的 我刚问你是男的是女的 你说是女的 我啥时候说是女的了 那男的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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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胖子吗 不 在我们现场吗 在 有我美吗 有 是刘佳玲吗 不是 是我这队里的吗 不是 我一直以为是女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的很多时候的做派 确实有一些 做派有一些 娘的吗 哈哈 有这张也是腾哥吗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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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 哪壳 哈哈哈哈 你说 formation 你还是合系的 人家比着人心想见偶像来了 其实晨晨还有一个心愿 一直是因为想上王牌 该不会玩一些王牌玩过的游戏了 得玩一个手互动游戏 不是 我觉得到这的时候 网友就会弹幕了 王牌的主节目 主节目 第一期就已经弹幕过了 王牌上不了 王牌能请到这来让他上 就不让他去棚里是吧 太过分了 这次是猜这个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 你要说出这个主题曲的歌曲 和这个电视剧的名字 比如说《甄嬛传》就是凤凰鱼飞甄嬛传 大家是四非四 只要一组四个人都坐下来 这一组就胜利了 我们栏目组会给到这个组一个礼物 好歹是个总罗言 你发现没有一个人听是吧 没一个人听 就我一个外来的 我在这听 杨迪 通天大道宽又阔 西游记 后面那个新的 就是后面拍的位置 不是你每天都干嘛 你每天都在干嘛 什么 答对了吗 答对了 肯定是对了 走出个通天大道宽又阔 我是这首歌 通天大道宽又阔 来吧 这个我知道 好 还有春光 然后春光灿烂猪八戒 你看 我说他俩坐下吧 对 我们俩先撤吧 而且这首歌的演唱者的名字叫 也叫梧桐 我觉得我们仨可能会一直站到最后 不是我们仨 我个四个 你站到最后 晨晨 参与你一下 我参与了 我一直在听 但这歌不在我的那个范围内 其实这是很好参 从狼牌到这还是这些歌还是这么的老 来 下一首 有来生效 大宅门 歌名 我刚说了个这个 你们就给我架在那儿 还不找呢 歌名我说不出来 歌名 没事 那贾刘可以这样了吧 你让站着 这比站着累多了 有来一生效 请开两山门 请满大宅门 请满四个院 大宅门请满 又来了 名字就叫大宅门 那我说对了是吧 你说错了 因为你刚刚没有肯定那个是歌名 这一句是不是也叫大宅门 应该叫大宅门 大宅门 大宅门 哎 哎 怎么了 你说 那个 你别啊 你甩下我你就走了 爱的供养 哎呀 哇 谁啊 谁啊 你一点都不管我 哈哈 完了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没点我陪着你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俩是真真的是真正搞夜夜的两个人 哈哈哈哈 哎 张佳伦回家的诱惑 别叫我回家的诱惑 回家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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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诱 错 哈哈哈哈 继续听 继续听歌 来听听继续听 无法停止 啊无法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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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无法回家的诱惑 范城诚答对了 OK 范城诚答对了 这是算生日礼物了 又用了回娘家那招 没一个人管我 你们这一对 哈哈 你确实也该站会了 哈哈 脸上 你先来吧 打地 给我给我 这是归来电影啊 名字叫 名字叫那个 那个就是这个 归来吧 哈哈 你这我弹的我知道 余光曲 对 啊 对 余光曲 我打死你 哈哈哈 人家猜出来 你感到 啊 哈哈 哈哈哈 我们换规则还是猜 歌曲的名字和歌手 歌手 就不是影视剧了 不用猜剧了 不用猜剧了 你知道的 你一定会知道 模特李荣浩 答对 他李荣浩的歌他都知道 你的曲户还没有增加 只有李荣浩和朱明依 知道这所有歌都是单影片的歌 欢迎来到我的母像 沿着这绿音小道走一走 天哪 迪克你是跟一风格一个学校出来的 我师弟 学的一个专业吗 没有 他学表演播音主持 我不太知道 你呢 我学编导 你是编导 梧桐也是编导 没有梧桐 是不是这儿 戴口罩请携手不聚集 我同学 这是专门为了做一期 跟杨迪哥是同学的主题 是不是 煞费苦心 欢迎大家来到唱青 《青春花园记》第三站 大家进到校园有什么感受 老师我要花言 我现在安安就见到当一个校团 哈哈哈 你就是我们现在的斑草啊 你看你看 成绩最差的那种斑草 哈哈哈 好的 那校园应该是大家最能够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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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们大家就体会一次大学生活啊 从大一体会到大四 好的 我们的主题是让青春更新的办法成为2020年的大一新双 所以希望大家能代替新生为校园里充满活力 所以我们请了两位非常具有新鲜活力的学生 啥意思啊 我们怎么 嫌我的毛 你这是嫌我的呢 那请我们来干嘛呀 贾燃姐 现在我们真像成教 真像成教 真是青春靓丽 大家好 我叫居静一 哈喽 新同学来不敢看 橙橙一 都到居静一去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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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还说还是说过 有 还说过 下次上课的时候不许化这么浓的妆哦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会从大一到大自体会各个年级的生活 现在大家已经大一的新生了 就要有一个崭新的模样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角色 这个是你们大一的这个新的造型 第三个呢 是超出常日智力的20级新生天才少年 哎这个身高 对 对 他让人忠实 这里不够 咱俩给眼泪前后把你一静 好好好 你就变成 对 第五位是打破次元壁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二次元少年 预定是水明月 那肯定能 我志在必得 水明月 哈哈哈 跟居静一争一下水明月的造型 我会整我会整 栏目组在这个半个月期间找到了一千位 这个二十岁的学生 然后我们对这一千位二十岁的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 得出了一个大数据 所以一会儿我问到大家 大家只要回答的这个答案 跟一千位调查的数据一致 就算获胜 所以大家要想象自己是二十岁的那个人 你会怎么回答 我们做的第一个调查是 春游家族五位成员 这个二十岁的人为你们进行了一个颜值的投票 你们猜颜值投票的排序是什么 我来 我来 凌姐 我 杨迪 有可能 朗朗 周深 晨晨 这不可能 也不至于反着来吧 反着来 这是完全不对 完全不对 完全不对 范晨晨 周深 贾莲姐 朗朗哥 我 对了 答对了 我 我败雨 周深 我自然 我肯定是个女人 二十岁的人最喜欢的表白方式是什么 微信 错 二十岁的表白方式 发红包 你把二十岁形容的太熟气了 直接表白 你这是第三名 当众直接的 打字表白 怎么打字表白 打字 在哪里打字表白 弹幕 答对 弹幕表白 好经常看见谁谁谁我爱你 这种方式 老弟 其实有点像我们那个年代点歌台 对吧 发写一行字 弹幕表白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话会被全天下告知 那还得选一个很火的综艺 比如像我们 像青春环游记里面表白的话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要不然你在别的节目里表白有可能就看不见 哈哈哈 第三题啊 二十岁青年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怎么自己租房子 这是你吧 答错 交给朋友 没有 脱发 脱发 啊 啊 啊 答对了 答对了 啊 因为我经常录一些节目他们说90后什么 他们现在烦恼 二十岁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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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就是因为学业不好脱发了 最大的烦恼第一名是脱发 第二名是学业和前途 第三名是未来有太多不确定性 第四是不懂社交 第五是长高 第六是减肥 不懂社交真的我不太懂 不懂社交 二十岁的人微信最常用的语气注词是什么 哦 这他肯定是东西答对 哦 哦 真的 为什么 竟然不是喝喝 可能就那种有开玩笑的 哦 哎呀 我觉得吧 其实腾哥这个还算好一点 嗯 哥 因为年轻不少 大家来觉得二十岁的人最讨厌的微信的回复方式是什么 语音方认 错 错 在吗 恭喜答对 哇 哇 我问一下不问在吗应该问 就你直接把事说出来 你问个在吗 你们觉得二十岁的人最常用的微信表情包是哪个表情包 微笑 错 那小脸红 哦 就是笑着然后流泪的那个 答对了 啊 凌晨姐 凌晨姐那个smile是咱们的时候80后的都用那个我就用那个那是我最多用多我感觉我离二十岁好远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微笑都是有浅寒意的但家长们都以为微笑是微笑 哈哈哈哈 我妈一般都跟我注意身体健康发了一个那个我我妈转发我我谢谢大家支持杨迪 哈哈哈哈 不感觉哈哈一种讽刺 来 来 来了 笑花来了 同学 同学 你要去哪儿 图书馆 这个时候学习比什么事都重要 哈哈 我陪你啊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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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 来 啊 我就是一个不普通的学生 哈哈哈 游戏每轮都以个人抢答的形式 答对一题获得一个积分 积分最高的获胜 我们将会取得一次抽取奖品的机会 哇 作为亲爱的学生呢 相信你们对于一些潮流文化的心词会是非常了解的 潮流文化 我们这个笑花连乐华妻子都搞不清楚的人还潮流文化 这次去那个网我还给姐介绍我一个一个都要介绍她记得了吗 记得 记得 比如她们有 来下一个 哈哈哈 第一个词 这个是拼音的缩写 哎 这个我应该差不多 我毕竟是经历过QQ那个年代的 这个是举手是吗 对对对 你能看清楚吗 这么多手啊 无头 那我尽量 由你们看我放心多了 哈哈哈 灵姐 知道吗你就 的 什么呀 哈哈哈 哈哈哈 傻傻 没有 傻傻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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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难啊 形容什么的 形容在场所有的人 盛世美颜 盛世美颜 还S-S-M-Y 是什么呀 真的是 好来下一题 再几句我没看清楚 2 3 2 1 3 2 1 再来一下 3 2 1 林姐吧 我排第二 他答不出来我排第二 我排第二 我排第二 等会我还没答呢 你答你的我们举手 这去 这群 这群下瓜 哈哈 看什么 真情实感 来下一题 林姐 我哪那么快 我哪有那么快 真的让你答 啊 哈哈哈哈 那是对的 错 接近了 那是对的 错 那是爹的 哈哈哈哈 那是弟弟 难受的呦 你说的对 那是爹的 哈哈 下一题 3 2 1 林姐 你别 又是你 又是你 我再也没有了是吗 我再也没有了是吧 我哪有那么快 不如我凑个数 要点镜头 要点镜头 那家 一个行为 行为 知读识 识 识在哪 识是s 那个c 姐 我不是20岁 我这不是假婚的吗 哈哈 哈哈哈哈 长生期间要做的事 啊 他只要做的事 朗朗哥经历过这个事 成大气 结婚了吧就是 长生期间要做的事 朗朗哥经历过这个事 啊 就是 主对象 对 为什么是我这么这么多呢 不准说 我们帮你保密 我们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分 我 不要 哈哈哈 第二轮 营业就是 发自拍 给大家 福利 然后呢 发一些照片啊 被迫营业 就是赢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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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赢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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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贤啊 哈哈哈哈 毛利贤 表示一种鼓舞人心的方式 你不是毛利小五了啊 造计比如是 我今天又成功了 毛利贤 对了 学的还挺像 就给力奥的反应词吗不是 给力奥不是 就是加油那种语气词 天呐 我第一次感觉打题的时候 我有点像范晨晨打听歌的那种感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按过我 他哎呦 他刚才成了刚才这样 像一个老八蛋一样 哈哈哎呀没事没事 好来下一题啊 范晨晨 战歌起就是到一个情节的高潮的时候 就会有一首他专门的bgm 然后就叫战歌起 杂队 你厉害哦 居然被范晨晨碾压了20岁的少年 不掉价 不掉价 拉万哥一直自我说服 这也不掉价 这也不掉价 人家这年龄在这呢 对吧 对 接下来是我们的运动会的第一个项目 假发牵球 每队友代表一次出场 选择一个假发 你要甩到这个高分的区域才行 如果甩到负分的话就要减分了 怎么还有扣分呢 这太过分了吧 甩到那那么远还负100分 甩到那么远你可以得到一些尊严上的提升 程程程程程程程选个长发 看成是 长发是用尽全身力气 听到没 长发吗 就那个 长发 姐姐想看看你长发挤腰的样子 哈哈哈 姐姐口味好怪 好 这个背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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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有一点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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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头发呢 你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理你理他 把他先理到一边 神经病 你有一种莫名的可爱 哈哈哈 神经急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来了 你助跑跑 就过来点 走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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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啊 晨晨 太帅了 晨晨这是你刚才用那假发吗 是姐 所以我觉得这顶假发应该是好的 像我样姐就那个洗头姑娘一样的 助跑有用啊 加油刘欢老师 哈哈哈 哇 十 我就来这个十分好吧 好 你们看一下假人姐的助跑 加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多少 是姜和姐 姜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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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有人在那边踩线 我踩线了 我刚踩线了 我证明假如这没踩线 他啪线了 他整个人啪在线上 不过你的打法还是不错 可以 你提前往 你提前送 一把按照保龄球那种方式往前送 对 提前送 要哪个 20 要哪个 100 或者20是多少 100我只能把自己发射了 咱们要100 那个到底爱你啥事了 不是 我得这样过去 来了 没掉 没关系 没看到脸 完全没看到脸 放心 假点脸 不知道是你 假点脸 不知道是你 假点脸 算咱们0分好不好 怎么都没掉下去呢 刚才多少人 15是吧 刚才0分 0分 这是很好的分 对 0分好 恭喜大家 这是大学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要出去实习咯 我们学校为大家请到了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面试官 一些公司的老总 他们就在 对面 我很不会说话 然后呢也恭喜大家 我们学校一共正好你们七位获得了这个面试的机会 你这个时候还 看渣渣 你也你也毕业了 姐我已经从那个蘑菇头突变成了一个帮厨 帮厨 帮厨啊 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 要看一会面试的情况 我问一下我们我们几个人是竞争关系吗 因为这样方便一会我 对万一只选一个人 创递错误的消息 是竞争关系 对因为毕竟职位是有限的 下一位贾玲 来了 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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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我把那个杯子拿过来一下吗 谢谢 好 里面是咖啡 无所谓 您几位要吗 只有我要 不用了我们不用 谢谢 谢谢 天哪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谁呀 怎么就往我头上倒呢 领导 是这样的 我早就觉得您这顶假发不适合您 所以我认为您得去买一顶新的假发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提醒您 您这个方便拿 领导一看 这样是不是帅多了 帅不帅 不但帅多了 我心情也好多了 好帅 你非常优秀 谢谢 请坐 谢谢 下一位 你好 这个男孩好帅 好淳朴 范澄澄 很帅气 很阳光 我看你上面是特长上写的唱歌和跳舞 那么麻烦你下面就给我们表现一段魔术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我看气氛有点紧张对不对 你们看着我手机 你们看着我手机 反正找一下什么 打个电话呗 白色的 打个电话 又在那里面 你要找的是不是这个 你是一个小偷吗 哈哈 这就是魔术的魅力 你那么不想问 那为什么你说变魔术 我的手机会在我自己手上的 谁 是我刚给你的吗 观众同学 请坐 可以了 感谢各位同学前来参加我们公司的面试 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们公司今年的招人名额只有六个 也就是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被淘汰 我们现在想出了一个不记名投票的方式 来 我们现在把自己心里最想淘汰的那个人写在纸上 天哪 写谁 我写完了 写完 写完了 我们还一点不犹豫 大家马上就走 写得超快 下笔如有神 大家都写出来了 好 答案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 甲林同学 你为什么直接把朗朗的名字写在上面 咱们这有一小船怎么就 说烦就烦呢 就干什么呀这是 我认为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都没有后天努力的一技之长 我们都有天生的一技之长 有的演戏好 唱歌好 只有朗朗 那你这不应该淘汰我 听我说完 朗朗如果她被淘汰了 她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可以回金色大厅 去演奏钢琴 第二条路如果她被淘汰了 我希望朗朗来做我们的董事长 这样在她英明的领导下 我们能更茁壮地成长 毕竟朗朗刚才站在那的时候 实在太像着董事长了 我觉得这个事 所以这就是我淘汰朗朗的理由 我觉得说得好 我觉得说服我了 酒精沙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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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呢 成长写的谁 我写的是杨迪老师 但是我实名制的 实名制上面写了本人周深 变了 我可以去变了 变了 与剑是哪个剑 刀剑的剑 是本名 对 刀剑 那不问我 你问我剑 成 成我知道是哪个成 我不知道 成是哪个成 成相的成 范成 范成相 范成相 我爸怎么不给我起这种 让我们毕业聚餐嗨起来 终于毕业了 毕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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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了 毕业了 三个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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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不了一切 三个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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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只靠一月 OK OK 加入我的同志 OK OK 我爱你这么黑 这个 U.S.K. 每一张奔传的一网 都会到我谁里面上拒绝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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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姐呢 林姐那张照片是在哪 二十元 那天呢我就像今天的成相一样 是满桌最小的 啥局呀 我师父 然后坐在那儿所有人聊 青春一世 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问说 说贾良你是几几年 我说八二年 天哪你是八二年的 我的妈呀 那个时候八二年 八二年那时候都是六几年七几年 我当时我的感受就是 如果等我到了他们的这个年纪的时候 一定不要说一句 天哪 你是两千年的 不要 因为我一定要让自己二十岁 二十一 曾经的二十到三十 一定要活得很精彩 你二十岁在做什么那个时候 我上大学呀 学教授 那时候因为我母亲刚刚过世 所以我的内心很 很孤独 属于急需朋友 同学各种各样的人 来温暖我的一个世界 十七吧 而且我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好好学习 真的没有办法学习 我每天 每天都在哭 每天都在哭 我都哭到已经影响 班里同学上课了 所以我每天就躺在床上 躺在寝室里 所以那年是很困难一年实际上 二十岁的时候 我母亲十九岁的时候过世的 对 所以那肯定是 就是心情缓不过来 你的 你的 哎呦 为什么要聊这个 这个 不聊这个 不聊这个了 换一个话题 来 我本来我那个时候真的 我有两年 我特别羡慕像晨晨这样的 就是很早可以出道 然后一开始就可以拍到很好的角色 我是 你知道晨晨的压力在哪吗 晨晨的压力在于 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我三十岁看到她还这样 我就会 真的会这样 因为她二十岁的时候起点过高 我对她期待值会 嗯 嗯 对 她就是从十开始往上走的 我们是从零开始往上走的 嗯 所以她的每一步 变化都得巨大 我们才能满足 否则的话 这个真的分两说 她是从十往上走的 我走到现在也就走了 我觉得 对吧 不要过度谦虚 还是很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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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走到八十了 哈哈哈哈 哎 哎 但我没觉得不好 我真的也没觉得不好 哎呀 哎呀 这个也放的 这可真是有事实话 今天 今天是小队 今天两位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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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的是什么4000年 遇到女自我相 那传到国内就越传越夸张 越传越夸张 这没法 你应该也解释过好几次吧 我其实我没有解释过 从来没说过吧 从来没说过 因为可能公司会规避这个问题 就这样吧对吧 对 就这样吧 我8000 我弟是8000的长脖子 8000年的脖子 姐 以后你是12000年的美女 晨晨那个20岁 一张印照 这就是昨天吧 这张公关照说实话是 我19岁的时候 但因为你刚满20 因为我刚满20 他们没有什么最新的那种 20岁那一年就是昨天和前天 真是真是真是前两天 但是真的进入二字头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哇 但其实今天回到校园 还是有点不一样 提前感受一下大学的感受 因为还没有上 那我就最后送你的东西 这是在我这别人给我的 哦我情书 这是何物 这肯定会很 哇 啊 啊妈妈写的 哇写这么多妈妈的字好好 我可以尿吗 妈妈的口感 我可以尿吗 可以可以 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叫他宝宝 宝宝 你20岁生日又过去了 这几天 我非常高兴 翻开手机 看了无数遍 20岁那天 我们俩人的合影 看着宝宝长大了 看着妈妈变老了 翻了再看 看了再翻 一遍遍遍不知不觉 我的泪水停不住了 我的泪水停不住了 儿子长大了 儿子成人了 儿子成人了 对 好 加油 程程 宝宝 妈妈不想催你长大 成熟 这样我也会变老的 但时间是残酷的 希望你能从容地面对成长 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要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好的规划 在别人眼里 你还是个孩子 可你和其他的孩子 又有些不一样 因为妈妈再有两年就要70岁了 陪伴你的时间不是很长 你需要快快成长 你要永远记住 努力学习 为人震撼 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 在妈妈心里 不管你长多大 都可以做妈妈的小宝贝 宝宝 最近你也太累了 要多喝水 注意身体 最后呢 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诺言 你十岁之前 妈妈每天都抱抱你 十岁之后 你每次见到妈妈 第一件事就是抱抱我 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天荒地老 勇守承诺 我也很需要爱哦 妈妈永远爱你 爱你哦 哎呀 就我妈 就是要70岁了 我就觉得挺可怕的 对我刚才我感觉就是 哎还是 我刚才也是听到这觉得 没事 不要那么想了 你就好好地努力 你什么都想 我除了这一点以外 我就觉得 反正我妈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 你做得很好 而且你又孝顺又善良 在能陪妈妈的时候 你都有好好陪她 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没什么 希望我们珍惜现在的每一天 是的呀 那我们 来个强强 来 来 像我今天我跟你说的 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 来来来 来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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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自是梦想的翅膀 这自由自在的世界飞扬 却一路放身将爱折上 让世界充满爱的力量 爱的信仰